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我今生最大的牵挂 倩影留声玩家故事第56期 岁月如歌 投稿人 依小莫 起初我的侠侣并不是他 而他的侠侣也另有其人 可这冥冥之中的注定 却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他是我侠侣的结拜兄弟 因为我白天在线的时间长 所以托试的任务便落在了我的头上 每天都托着他们刷友好做任务 他是艺人 投几时来方便 且每次都自觉地进队跟随挂机 特别神心 所以我也乐意待他 但他有点高冷 一句话永远不会超过三个字 依次偶然 得知我们是同个地方的人 他的话才稍微多起来 两人关系也随之亲近不少 我见他侠侣很少上线 连家园都只能自己升级 便想给他和我的结拜姐妹牵线作媒 他嘴上印着好 却始终没有行动 等我再去问时 他的答案却又大相径庭 太忙了 没时间陪你 就这样挺好的 话已至此我也只能作罢 后来因为某些事情 我和侠侣大吵了一架 离开了妾女 直到两个月后 得知婚姻解除的消息 才回来看了一眼 朋友们纷纷发来问候 催我回归 他也跑来问我 回来吗 其实我已经有了退坑的念头 可朋友们的挽留 却让我犹豫起来 我考虑一下吧 好的 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留下 离婚之前 我都是做侠侣的坐骑 现在突然没了 还真有些不习惯 于是便在帮里 开玩笑地喊 谁送我坐骑啊 小女子无以为报 我又以身相许啊 刚说完 邮箱就闪了起来 是男艺 她送了我一个坐骑 我有些惊讶和尴尬 只简单地回了一句 谢谢啊 不用 回归了一段时间后 我发起了比武招亲 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 男艺居然撕了我 找啥呀 我跟你解 我顿时愣住了 不解地问道 你不是有侠侣吗 我去解除掉 我的心顿时提了起来 这和之前 给他牵线搭桥时的态度 简直是天差地别啊 莫非他 我这个尸体 以后就交给你了 他们一点都不靠谱 原来 他跟我结婚的原因 就是方便我脱失 我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也有些失落 哭笑不得地答应了他 虽然 我从来没有见过 男艺和他的侠侣 一起任务 但他们已经结婚一年多了 突然要离婚 要显得 我像是个插足感情的第三者 显然 我的前侠侣 也是这么认为 还为此 特地私了我妈的 你知不知道 人家在一起一年多了 你还好意思拆散人家 你就这么着急找男人吗 以前就发现你对他不一样了 还不承认 我没有搭理他 只是默默地戳了男艺的头像 我给你七天时间 如果你的侠侣不肯 这事就算了吧 他没有多问 只回了两个字 好的 事情解决了 随后 他带我去了三生石 我们就这样 成了十里红装 第2762对侠侣 我的前侠侣 不肯善罢甘休 开始在帮里泼脏水 喊我攀经年 难以将我一直被欺负 索性退了结拜 带我换了一个帮辉 两人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依旧每天 拖着他做任务刷油好 而向来都是尸体的他 居然也经常在线了 我还调侃似 都问了他一句 以前你不是说 白天太忙没空玩的吗 现在怎么有空了 我在公司登陆了 怕你一个人脱事无聊 还陪你说说话 我愣了一下 顿时感觉甜丝丝的 没想到 他高冷的外表下 竟包裹着一颗 温柔细腻的心 以前他的家园 一直没人打理 只是种菜收菜 结婚后 便全权交给了我 不仅天天开福利包 还会陪着我去偷菜 我的坐骑一过期 就立刻买新的给换上 各种时装也一直没有断过 我们甚至因此闹了个大乌龙 那时打官宁 我们正巧分在一个地方 还没高兴多久 我就发现 我俩竟然是对立的 而且他不仅没有认出我 还直接冲上来 两下子就把我打趴在地上 嗯 哼 任我在频道发了一堆的表情 他都没有发现 这么被他暴施的人 是自己的媳妇 一直到结束后 他才后知后觉地问道 咋的呢 媳妇 怎么哭了 你杀我这么爽 你不知道吗 啊 我不知道啊 我哭笑不得 果断把锅甩在了时装头上 我们既没有海誓山盟 也没有甜言蜜语 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 当初他跟我结婚 到底是为了方便脱失 还是别的原因 但日子过得平淡而温馨 这就够了 如果没有我 你还会像以前一样吗 如果当时你没有回来 估计我也玩不了多久了 岁月如梭于子歌 光阴润然于子舞 喜尽千华于子好 感谢小莫愿意和我们分享她的故事 也欢迎小伙伴们给视频中的邮箱投稿 讲述属于你自己的怯宁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小莫